你看到現在他根本找劉鶴、找秦剛 在外面和美國基本上跪下 要求他們做生意、投資、放他們一馬 但是幸好現在時機好到什麼程度呢? 拜登那裡的絕密文件周圍都是 而且絕密文件裏面有些跟中國有關的 變成為了避免他不能幫助中共 不可以幫助中共 所以這個又是一個好時機 因為他一幫你 他過去那兩年中國所謂的溯源 病毒的溯源根本就不肯做 而且還取消了美國政府行政部門 怎樣針對中共 原本FBI要查很多的 偷技術、滲透要查很多的 希望這個行動 就是對付中共這個行動 那個行動小組取消 所以拜登老實說 他一定是欠 因為兒子以前欠低一些人情 收過錢了嘛 所以他在這裏公開 公開就說要打壓中共 這個又說半導體制裁中共 但實際上有很多事情他在幫助 所以這次他派布林肯過去北京 耶倫去北京 實際上都在跟他談談 基本上等方、習近平一條生路 習近平叫做秦康 秦康來到美國做大使之後 和那幫以前得過利益的 在大陸德國賺過很多錢的人 和他們合起來 就在做拜登的工作 所以升立了一個小組的秦康 和幾個以前AI的總裁叫做什麼 Greenberg那些 一向賺到大陸錢的嘛 大陸容許AI在大陸買保險的 我們說保險多好賺 保險基本上受賺的 很少賠的嘛 是吧 所以他賺了一幫人 以前是澳門開賭場的那幫人 我賺過大陸錢的 加上就在做著拜登的工作 拜登多多少少表示 但是現在幸好有了這個所謂文件門 文件門 我們以前有一個水門 這個叫做文件門 搞到拜登就算不下台 起碼都不會在2024年再去競選聯誘 這個就是現在的情況 所以現在情況是很好的 國內整個 現在已經在躺平了 只不過我們拿他普及做到對他的打擊 對中共和對他的政府 中共的政府的打擊再強烈 等到他根本就癱瘓了 用不了 整個政府用不了 就應該跟他講數了 會的 有人出來 起碼共產黨裡面都有分牌的嘛 起碼說回到改革開放 不走得那麼左的人 起碼有機會抬頭 如果你打壓那幫左派的話 你用這些這樣的躺平來打壓左派 起碼右派那些抬頭 那猶太日派那些人 就肯定是主張回到改革開放的 那一下子就起碼暫時鬆一鬆 將來再加上愛國的壓力 那他將來肯定要討好回外國的 他現在這個 譬如這個半導體這個 直接他的計劃 以後你要高價跟他買 跟外國買政筆 他整個生產 有20多間做設備的廠 他就根本全部都斷了 接著有很多輔料 即是那些輔助材料 你生產的有原材料和輔料 起碼有100間 又是斷了的 根本就算你以前買了那些機器 有多少個麥克風以上的那些 那些以前講的 現在你什麼都斷了 當你沒有了晶片的時候 這個打擊對你的工業打擊是大到不得了 那有新疆棉 你變成連製紙都出不了了 那你再簡單一點 傢伙 傢伙都是用棉花的 梳化都是用布的 那個打擊是很大的 一直這樣哭下來 拜登就用一些禮貌的說話 有什麼戰略競爭 是不是 叫做用戰略競爭 實際就是連四年 現在口頭講到戰略競爭 但是行動就是一步一步 一步一步立 然後困住你 起碼這個行業就退出 然後搞到你整個經濟根本就沒得增長 還要倒退 所以現在這次西方是很成功的 當然好像德國那樣的拖拖奶奶 現在她是為了自己的利益 但是逐步逐步都在歸隊 是不是 你看到日本 日本很大量 幾萬間公司 四萬幾間日本公司在大陸 但是照樣行 照樣不怕你 是不是 所以你看到日本受傷 這次去完整世界回來了 基本上就是向你中共宣戰 是不簡單的 現在的人就不用說我什麼時候開火 根本是向你宣戰 半導體跟荷蘭人談點數 那機器你就不用想了 半導體那些製造機器就不用想了 日本那些 日本是輔料最大 以前日本有10間半導體廠 那些廠沒有做半導體了 基本上剩下1、2間 就交給了台積電 三星 韓國做 但是那些輔料它賺很多錢 設備都賺很多錢 日本光學很出現的 你看到我們這麼多相機是日本做的 做晶片實際上是一個光學的工藝來的 但是當然它去到很小 用不同的光 用什麼紫外光 特別紫外光 講到最後 它就是怎樣做到可以很精密 用精密 所以用納米來計算 所以大陸以前呢 前兩年就說 大陸那些什麼 28個納米給你做 那些如果有副料設備拿走 那些不可以做 原料你要原料 做那些 整個光學的原料 用很多化學 就是有少少像衝相片那樣 有些定影 顯影 接著就是下去繼續複蝕 複蝕 差不多是這樣 等於做 等於曬曬那些 相片或者曬底片 這個程序當然那些簡單 但是那個工序那個原理是一樣的 是跟曬相片和曬底片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但是它當然做到精密到不得了 意思是有很多層 一層一層的複蝕 所以現在這個是最大的打擊 對中共的出口 當然加了關稅 關稅有很大的打擊 你加了關稅 很多工業 就逼了去東南亞 甚至印度 因為它們出口去美國 就不用給 入口箱不用給關稅 有些搬去墨西哥那邊 墨西哥那邊就更加方便了 東南亞加上印度的南亞 再加上孟加拉那些 都在代替中共的生產 它差不多可以說 加上新疆麵 新疆麵是很嚴重的 所有製衣你都不用做了 製衣製械 你都不用做了 因為裡面肯定會碰到新疆麵 新疆是全世界出麵花最多的地方 而且這些東西 麵花是一種生物來的 全部都可以煉的 你不可以隨便拿那些麵花 說這個不是新疆的 全部有些東西你一年兩年到的了 佛新疆有新疆麵花的特色 這次就是一個最好的機會 尤其是我們講一講的話 應該我看這兩人 趕快要做一個普通話節目 用語音 所以你用語音就發進去國內 呼籲他們躺平 這個不是很難的 叫你拿刀拿槍 叫你冒生命危險的話 叫你做事暗樁 抬工 我覺得不是很難的 要求不是很高的 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天天才難逢 將來如果共產黨搞定的話 你就沒有機會了 現在就是它最弱的時候 對人家所有官員 人民對習近平的看法 這次直接傷害到每一個人 我都被人讀比過 讀到暈 又暈在家裡 在家裡接著收入又影響了 失業 現在失業潮不得了 接著房屋的價值又下降了 這麼多的行業要遲人家 整個中國本來 4、5年前根本就是東升西降 現在就是逃過來 東降西升 人家西方沒問題 西方所有的所謂經濟 是掌握在人家的公司裡面 在企業家和資本家手裡面 那個所謂的財富不是掌握在政府那裡 所以你說影響影響 政府都有 都借了很多錢 但是你的公司賺大錢 公司非常的健全 而且有增長 那變成人家就沒事了 但是你中國 習近平 國進民退 什麼都政府控制了 還有花了錢 全部是沒有錢賺的 我們香港人聽就明白了 你看看港主澳大團和高鐵 你看看人家有沒有生意 沒有生意的虧本 幸好我們香港有資源 我們有儲備的 我們自己拿個一千里起 但是大陸不是的 全部都是遮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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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だ 那個高鐵站 我們那段 就是由新鎮國境過來 我們九龍西那段 還有那個高鐵站 用了很多錢 兩個項目的2000億來計算 幸好我們香港自己有錢就頂住 但是每個月都在市金盤 你要保養的嘛 要養著一批人的嘛 但是買了多少張票 有多少輛車經過港珠大橋 我愛過很多次 根本沒有人走的 他原本說有什麼市家車行的 沒可能的 那幾輛巴士行的嘛 幾輛旅遊巴士行的嘛 根本就是全部虧本的 高鐵也是 張票這麼貴 人家根本現在去大陸有了疫情之後 虧足三年了 從頭到尾都虧 根本有這麼久就虧了 虧足不止三年了 就是由開始到現在 從來沒有賺錢 那麼大陸所有的項目都是這樣的 習近平的項目 全部都是面子工程的 有政治需要 那就叫你起高鐵 去到那些山卡拉裡面 然後又說起高速公路 起到這裡 那高速公路 你知道大陸不是一個平原來的 一進到西邊 很多山的嘛 有山有河 就是你起那些這樣的 尤其是那些隧道 又去西藏啊 去新疆啊 還有有河的嘛 你應該變成了汽橋 起水島 那些成本不得了 比我們那條港柱好大橋 還貴我們那條港柱好大橋 我們港柱好大橋 那些水好錢的 基本上呢 都不算那麼貴 但是大陸的工程 嚇死你了 你想想大陸呢 只是我們這個沿海幾個省呢 就是平原來的 接著一開始 譬如就進去就是山來的 你不要去到這麼遠 只去到四川就已經山了 還有四川那邊去西岸 全部都是山脈來的 還有河 四川就是四條河 跨過那些河 全部有起鉗 所以它那些全部都是 即是那些石碗工程 那它就借了錢 租了了 所以那些錢都是有主人的嘛 就算銀行借給你 銀行借哪裏來的 它都要給利息給老百姓 存錢在它那裏 所以變成了整個壓力 因爲它虧本 因爲它高鐵虧本 因爲它高速公路虧本 所以它的虧本影響到銀行 銀行的錢是比較利 是人民的存款 所以是一個連鎖效應 我們有時不想它 全部是一件事 那習近平呢 拿些錢去搞一帶一路 又去非洲送錢 那接著呢 在國內建了一些這樣的東西 所以你一看香港這兩個項目 我們這兩個項目絕對是政治任務來的 就是它叫你去港豬號大橋 將來有什麼大灣區 有鬼大灣區 香港人都在走 走什麼大灣區 所以這些全部是他的夢想 習近平就是喜歡空想 所以他現在都很嚴重 現在就空想去統一台灣 統一台灣 你可以統治台灣嗎? 就算今天給了你 台灣人會聽你說嗎? 又是好像香港那樣 你進去又去台灣了 半個台灣走都去美國 台灣人去美國不用簽證了 免簽 我們香港人都要簽證 台灣人 日本人 韓國人 因為美國覺得他們安全 共產黨的滲透不是那麼嚴重 那台灣人我不管你親中 就走啦 帶小孩去美國 這麼容易 你為了小孩都會走啦 所以根本整件事是笑話 講出來就講一下 中共講的東西很刺激 動態精靈 聽起來好像沒有了 沒有了問題 做不到的 它講到的東西 洪安新區 接著去Equadort 在南美Equadort 就當它建了水壩 建到人潭不同 從來它做的東西 當日和彈桑尼亞建的鐵路 根本沒有人用 每天都不夠一班 所以全部的東西就是為了它的面子 為了政治服務 政治就是面子 所以拿中國的錢 一年一年這樣浪費 浪費到最後 幸好就有一個 鄧小平搞一個改革開放 讓那些人賺了錢 自己可以繼續拿那些錢 去再投資 去發展 所以帶來過去那三四十年的 所謂崛起 是民間崛起 跟共產黨沒有關係 後來它忍不住 就要來 好像馬雲都不容易 當然它又要勾結 港派這兩個人 要不然根本就連那個支付寶都做不到 所以它一定會勾結 但是你又不怪它勾結 它不勾結 它根本做不做不到 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它是要跟那些有權有勢的人 跟它合作 今天都讓我們去做的 我們都做未必做得到的 你看看馬雲和馬馬騰 他們都算是做得不錯的 當然你想罵他們 當然有百個他們罵他們 但是人家說真的創業 是很不容易的 很不容易 你說裡面最早做了 你管商偶的事情 是 但是你在中國 你出生在中國 你就沒有辦法做 但是呢 現在是一個機會 他們都走啊 你看到 所有人都走 現在在大陸那些 有些少許錢的人 每個人都走 每個人都可以去哪裏 他們知道 現在沒有人拖 但是有一個機會 他們應該通知了他們的親友 大家就是躺平 這個就叫做躺平革命